正好今年選戰只剩下倒數128天 但是郭台銘要用鈔票來圓他的總統夢 可是連署書現在價碼 從300塊喊到3000塊 價差差很大 對郭台銘現在倒也不是錢的問題 現在是我們從一些跡象感覺到 國民黨已經收緊對郭台銘的包圍 而立方派系已經逐漸在抽手 這才是郭台銘最大的問題 仔細看郭台銘過去的形勢 過去的形勢彬彬彬彬的 到地方派系有頭人接待 有妙拜有人洞出來 可我們回顧這三天的郭台銘行程都在幹嘛 台北一日游去東門市場買菜 去士林夜市吃小吃 去赤峰商圈打鐵街去閒逛 我估計郭台銘再走下去了 可能就要往華山鬆煙木炸動物園走 有沒有發現郭台銘最近都在台北 是繞啊繞啊繞啊繞 當然了走到哪裡還是有一定的人氣 可是卻讓人家感受到濃濃的包圍感 第一件事情郭台銘遇到什麼困境呢 第一件事情的國民黨的黨紀 是越來越熟悉的 殺了一隻雞叫做誰 羞辱的事情是范成年昨天禮拜三 總長會想去告慾狀 車開到停車場的時候 發現他的感應沒了 因為以前停車場那感應 國民黨那個掃車牌的啦 結果掃不進去 范成年鼻子摸摸看到旁邊付費停車場 然後走路呢到四樓呢 要去跟朱立仁告慾狀 又碰一臂子回沒有遇到朱立仁 范成年出來哭啊難過的啊 覺得被羞辱的等等的 黨紀真的硬起來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喔 地方派系感覺在收手囉 感覺有鬆動囉 除了有地方派系在抱怨請款不到之外 今天的大事情 侯友宜去到了花蓮 去到了花蓮 傅崑琦接待了侯友宜 傅崑琦呢接待侯友宜的時候呢 那個畫面我仔細看過 握手的過程中啊 感覺傅崑琦還是奧嘟嘟啊 就是握一下手馬上衝過來 然後看旁邊 可是呢最後還是有大招式 喊侯總統啊 家和萬事心啊等等對不對 還是有那種逐漸龍兵跟破兵的味道 還有郭大明面臨到最大問題是 他講不出所有政策啊 坦白講最近啊 在發牌的時候呢 發球的時候呢 是侯友宜在政策部分發球 發的比較好喔 巴士良表 65歲上 免健保健康政策 郭明教到GDP的8% 坦白講啊 招招致命都在看老人家喊話對不對 那面對侯友宜的發球呢 其實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民進黨很明確 你先提對不對 我認齋我就跟牌 對不對 他說巴士良表 那我就我不止巴士良表 我連家庭幫用 我都考慮要開放 你講這個這個 65歲以上免健保對不對 所以就說我明年就實施嘛 這是民進黨是有本錢去跟牌的嘛 可是郭台銘呢 最近被問到都說 喔我比這個侯友宜更有執行力 喔他只能講這種話嘛 很空嘛對不對 因為這些球也不是你先發的 然後你硬講執行力 人民感受很薄弱嘛 所以郭台銘喔 現在感覺起來確實路越走越窄 那國民黨的侯友宜呢 當然漸入佳境喔 坦白講 欸慢慢的喔 以五州制藥為原則 先講究不上身再講究療效對不對 前第一個月先少講話喔 讓郭宏一直扣分 然後呢開始提政策 政策不可能會錯啊 政策反正你講話再怎麼結巴 再怎麼吞 那個那個不流暢 可是標題就是下嘛 65歲以上免健保 開放82票 慢慢 確實各大民調都慢慢在回升喔 柯文哲陷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困難 叫做民眾黨的各種迫事 都往柯文哲來嘛 當然昨天討論最熱烈就是陳大業嘛對不對 民眾黨中央區的這個這個 叫什麼執行長 這陳大業說是鴻門聖文山的大哥嘛 那鴻門聖文山是什麼概念呢 我跟大家報告喔 竹聯四海算唐 天道算會 鴻門算山 這樣有懂的意思喔 這樣水平比較好比較 但是呢我今天不打算講陳大業太多 因為今天昨天的丁學偉死不講陳大業 我說欸你怎麼不講陳大業 你不是跑老社會了嗎 他拍一拍我說年輕人 有些人不能講 哇我就懂 哇 你這話你也有在怕的喔 我當然有中山區很近啊 講講雲林嘉宇沒在怕的嗎 一年去不了一兩次 調通對不對 是常常不小心就經過了對不對 進去吧 不是啊因為衣服哥每次都把我拉過去嘛 我不要去 衣服哥走走走 調通走一走 沒有辦法齁 先不講不講這個 講一個得罪得起的高宏安 高宏安 你這個俗辣 不是 欸聖文山大哥欸 你也別鬧欸 調通停車警察不開單的欸 調通 我去調通的時候不要講停車 那個有多載 我坐計程車下車慢一點點 早前都被後面扒了 他敢圍停 對不對 這種人怎麼惹 王世堅去友台錄影車都被拖的 對不對 這怎麼敢惹 好不惹 現在講的是高宏安 高宏安狀況是講 今天的主軸是高宏安 為什麼 因為高宏安喔 這兩天都要講高宏安嘛 勾起我濃濃的相對剝奪感 又坐保時捷 今天最新爆料又住豪宅啊 五千萬的豪宅 這個保時捷呢 講到就有氣就想到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這個跟學姐表白 學姐說正好啊 我不是對你沒感覺 是你沒開保時捷 哇 那時候保時捷就變成我人生奮鬥的目標 本來以為明年可以達標的 結果沒想到高宏安給我彎倒超車 那高宏安因為做出路行程呢 都做保時捷對不對 那這有愧症的問題喔 公務人員不當愧症喔 那昨天的新主市政府就說 沒有你們誤會了 公務的行程高宏安呢 都坐公務車 私人的行程遇到朋友 才會請朋友順道載一程 坦白講喔 我們對於一個政治人物或公眾人物的要求 沒有那麼嚴格 你當然有給朋友 你有私人行程的時候呢 你給朋友載當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沒想到今天應該說昨晚 最親密的人往往是傷你最深的人 這叫誰呢 這叫做錢康明啊 錢康明他的文化局局長被請辭對不對 貼了一則臉書 說各位幕僚們 當你又在忙著寫回應文稿時 先聽我說個故事 2023年4月 新竹市兒童藝術節 黑色保時節就出現過 喔 他裡面說什麼 說那時候呢 因為他是文化局長在那邊等嘛 等人的時候呢 忽然呢 一輛黑色的保時節死路 跳下一位身形嬌小的秘書後 他就開走了 然後在目視可見的不遠處 市長從保時節那邊下車了 於是一群人跑去迎接市長 這件事情是什麼 如果只是偶爾載你一程 那沒有問題 這都是人自常去 可是如果變成你跑公務行程的公務車 那就是一個公務人員的市長 接受建商家族的保時節 來當你的公務車 對 這裡是不分藍綠喔 這我聽起來看起來像是 某個有錢人提供了這個車跟司機啦 我這樣講啦不分藍綠啊 陳歐波為什麼退選 不就是有錢人提供他車 對不對 提供競選總部 這叫做什麼 違反公務人員連政倫理規範嘛 對不對 他的文化局長公開寫這個東西耶 馬上就有人去問啊 我去問就了解嘛 這東西不用文化局長衝康嘛 現在去問什麼 當地的警察局嘛 有沒有登記保時節嘛 因為所有現場來之前 都要去做現場的安管啊 所以一定會登記現場車牌啊 所以如果有好幾場公務的行程 都是做由建商家族提供保時節 這有大問題嘛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更新的 高雄這樣在新竹啊 被踢爆可能住豪宅啊 這誰踢爆呢 楊玲儀啊 民進黨的市議員啊 對不對 他踢爆是什麼東西呢 可疑的不只是車子問題 這幾天 許多網友在傳 高雄安安就住在 新竹公園對面的回建竹 這個回建竹呢 長什麼樣 先給大家乒乓幾 這個回建竹呢 長這樣 喔 這前面是新竹的公園 新竹的新豪宅 這叫做什麼 叫做無限景寬 前面不會有人蓋房子 永遠可以面核 這回建竹誰做的呢 日本建竹大師北三橫的作品 為什麼叫回 台灣第一座回形的製政宅 房政的 售價多少 大家看一下啦 5356萬啦 如果在新竹市5千多萬算 很貴啦 他都是100坪以上 他怎麼賣100坪 他沒有什麼 兩房一廳 三房一廳吃比較壞 我補充一下 五千多萬如果在台北市區 買不到大宅 對 而且也買不到新宅 或者新宅買了室內可能只剩下不到30坪 實在實在 但是在新竹 在新竹 這個可能是百坪的啦 131坪 他的面寬 這叫面寬 房地產小教學 好啦誰提供這房子啦 對 現在就在談嘛 楊玲玲就在問嘛 這是建商的房子嘛 誰提供嘛 所以楊玲玲呢 就去問新竹市政府 說因為新竹市政府呢 沒有關底 所以會補助房租給市長 那叫新竹市提供高宏安市長的房租資訊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新竹市原本死不回 楊玲玲PO了臉說 馬上回 回說什麼 高宏安至今 都沒有申請過房租補貼 更可疑 我跟你講 高宏安會說 這個很不高宏安 更可疑 為什麼 大家都行情概念嘛 五千萬房子月租要多少 十五萬要不要 差不多嘛 高宏安薪水多少 十五萬嘛 還有可能 我這邊賺十五萬 全部付房租 對不對 欸啊 中共如果說這個朋友的房子 那就有公務人員 廉政規範嘛 內容明定 匯政以五百塊為限啦 公務人員是這樣子喔 對 除非 合乎禮節 比如說中秋節給你一個月餅 春節請你吃頓飯 OK 超過五百塊以上 要報正風處的啦 喔 好 而且又是建商的保留戶 喔建商保留戶都頂樓啦 你也拜託一下 欸建商保留戶就可能 不是房仲那個五千山了 對啊 試駕可能就在往上面加一千兩千了 建商保留戶有可能是上面打通的 或是大露台的嘛 嗯 對不對 頂樓下一層大露台的嘛 嗯 這到底是什麼不得而知嘛 欸這觀感就很難看了 觀感很差嘛 嗯 所以為什麼說講高宏安呢 讓我有相對剝奪感 欸等等啊觀感那麼差 如果半年後他真的 一審定宴了欸 那就坐牢啊變兩瓶啊 不然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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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豪宅到老法 從一百三十六瓶變兩瓶 好好好 半年後有這一天再讓你講這個故事 好好好 那時候再講那個 就沒有相對剝奪感了 對對對好那高宏安呢 現在麻煩是什麼東西 現在以前喔 他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跟過他的助理 四個三個咬他嘛 現在更麻煩是跟過他的官員 都出來咬他了啦 這第一個嘛 剛剛是文化局長出來咬高宏安嘛 蔡立青 嘿今天早上最新天文 因為今天他最後一天 對 天文名稱叫做 雲淡風新 無愧我新這麼多文章 簡單講啊 蔡立青在這篇文章裡面 卸了一百個人就是沒卸高宏安啦 他謝謝誰 感謝這個所有的同仁 還有感謝誰 感謝議長 還有感謝副議長 還有感謝議座 還感謝誰 所有新竹市民 還有感謝誰 關心我的友人 還有感謝誰呢 感謝高宏安 所以就講一句話 人若回頭 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我猜蔡立青會來報仇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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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